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过吹气酒精呼吸检测 体内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256毫克 后期我们也及时的对顾某某进行了抽血 进行血液的检查 它的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237.1毫克 监控视频的一些调取固定了驾驶员就是顾某某的违法嫌疑 然后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最后顾某某彻底放弃了心理上的防御和抵抗 顾某某现在肩面临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同时五年之内不得再次领取的交通违法的处罚 目前已经被我们如高市公安局采取取保候选 下一步兼面临法律的严惩